歡迎收看K-Music,我是Camin 這集來講草東的鬼 不是因為應景,是因為照觀看次數排下來剛好就該它了 這首歌超短的,才兩分多鐘 結果也非常的簡單 可是我知道大家一定都跟我一樣 中間變拍段如果聽了幾百遍 所以這首歌也是可以聽很久很久 我覺得這首歌有兩個重點可以提 第一個當然是中間的變拍solo 至於為什麼要在這裡編這麼複雜的東西 這大概只有作者有辦法去解釋 我想講的是我怎麼去記下我聽到的東西 玩弄拍子的套路我覺得分兩種 一種是在固定長度的拍號中讓節奏歪來歪去 讓你數拍數到迷路 另一種是乾脆設計一些不固定長度的拍號 也是讓你數拍數到迷路 鬼這首歌就屬於不固定長度拍號的這一種 寫譜的時候我覺得這一段聽起來很奇怪 就一邊數一邊跟 發現不像是某種規律的循環 有點變來變去的 只好依賴眾音的幫忙 像大鼓跟拔給了提示 就可以當作某一小節的第一拍試試看 下一句又再聽到大鼓跟拔 或者聽起來有明顯的段落感的話 就再用一個新的小節去記錄 總之就是硬聽硬寫下來 也許不同的人來寫譜的話 小節線會畫在不同的位置上 但也無所謂 只要譜能幫助你確定每個句子有多長 彈的時候要怎樣給出明顯的段落感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 結論就是硬聽硬學而已 細節的部分待會可以直接看譜 第二個重點是兩把吉他彈和弦的工作分配 副歌的地方用了一些九和弦 他們是用兩把吉他彈不同的指形去組合出來的 吉他天生有構造上的限制 很多在鋼琴上容易彈出來的和弦 換到吉他上是必須犧牲掉其中的一些音才彈得出來的 所以用兩把吉他一起完成這種和聲的效果 就是一個很直覺的想法 尤其是延伸和弦 像九和弦用到的音可以有13579度音 吉他上能一把抓就彈出這五個音的指形不多 所以如果一把彈個1579 另一把彈個1357 各自分開聽都合理 合起來也有另一種感覺 是編曲上的一種選擇 但使用上也是需要貼近歌曲情緒 如果是需要非常簡單有力的和聲 兩把吉他彈相同把位的三和弦 當然也是一種增加力道的編曲想法 使用時機就看品味跟需求了 就是一個簡單乾淨好聽的前奏 第二把吉他這裡有個細節 記得要推選一下才會像 還有如果有掛Reverse Delay的話 聽起來會更像 可惜我沒有這種東西 音樂 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其實Space 跟鼓的搭配也是這首歌的大重點 照慣例就留給大家看譜研究 尤其是鼓真的是抓到類似 這裡第一把吉他彈的東西 我看好像其他版本的彩譜都沒寫出來 可是你戴耳機仔細聽左聲道就會聽到 這裡第二把吉他可以研究一下 其實他只在五六弦上就可以彈出這些東西了 我發現草東的吉他都喜歡選擇往右邊去擴張子行 而不是往下方去移動 這就是Drop D的特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段就是兩把吉他彈同一個和弦的不同把位和內音 然後組起來成為完整和弦的手法 沒辦法一聽就知道他們是怎麼分配工作的 聽起來就有一種比較深奧的感覺 是一個讓質感大提升的方法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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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duced 这一段为什么要编成这样我无法解释 不过可以注意的是它弹的内容 后半段开始才有比较明显的和弦出现 前半段的话是比较旋律性的东西 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这些句子的结构 发现它都是从G为主音出发 再用B的小调五声音阶去发展 所以光用这六个音就可以在这一段上面卷有的没的了 如果你有记熟哪时候要变拍的话 那这一集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收看 觉得这个频道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帮我分享给你身边所有玩乐团的朋友 谢谢我们下集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